洋谷区以前被称作是大洋谷 有着近代上海工业的摇篮的美丽 曾经在洋树谷上 烟葱林里、马达工林、产业工人集中 在洋树谷一带拥有水、电煤、纺织、造船、造纸、制造、烟草、有色金属等不同门类的工业企业数百家 经过百年的变迁 很多企业都已经完成了它的始绵 退出了时代发展的洪流 而留给我们今人的留下的事宜处处 充满回忆及历史底蕴的工业余存 为了进一步加强区域历史文脉的传承 提高文物保护意识 以本周六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契机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上海市规划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地名学会副理事长薛丽勇老师 为我们带来踏进寻踪 杨树谱历史变迁专题讲座 薛老师曾经参与上海市历史文物陈列馆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上海历史国务馆的前身 参与上海历史国务馆的筹建工作 他多年来从事上海历史和中华文化文俗的历史研究 著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 上海租界史画 上海洋厂等约60余部书籍 主编上海文化渊流词典 上海掌故大词典等专注 对于上海的历史与文化 或有研究 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薛丽勇老师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座 欢迎薛丽勇老师 我们下海的历史 我们下海的历史 所以马上就给你去 我们还有一个帮帮师 除了火车的不大人 我要去书类 那么 我想 可以可以 如果你们现在看到这片 我们的研究合作 我会不会解释 那这个图片呢 我们下面的文字 下面的文字大家看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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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怕的就是烧群 就是起火 光阴放在这里面有个皮箱子 为什么呢 它就这个从风促历史上 我把这个光阴放在这里 它像一个水神灭火 能防止消灭自己的房子 它像一个水神灭火灾 因为有火灾的话 它也很明显的火 所以这个建筑的就是 这个建筑的里面上也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那么这个现在是越来越少 可能因为上面的附近去的比较多的地方 把说比较好 心肠有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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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讲杨树谱嘛 杨树谱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百多年前 这个照片里面拍摄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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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那么我们今天讲杨树谱 可能也介绍一下 杨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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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河里 可能也不在 不在 杨树谱 我讲一下上海 上海河里 那生然的芹谱 是碱谱 这座的地理里面 河里的地理是最不常见 最普遍的艺 spoiled did that well 那历史上呢 历史上呢 就是 就是 太湖里因 太湖里因 叫武松江 那么这个武松江呢 那么 speaking of력 现在呢 所以現在呢,進入,進入,他叫誰,或者不新景以下呢,習慣了,叫蘇州河。 再上了呢,就是,在劉河的親戶家庭那裏呢,他們都叫蘇州,叫蘇州河。 在地圖上描述的時候呢,在劉河家呢,可以叫蘇州河,括號蘇州河。 所以這條河的規範名稱叫蘇州河,俗稱就是劉河市區裡面的,叫蘇州河。 這個河裡沒有人,有個變化。 那麼蘇州河呢,是歷史上是泰爾的最大的條路,最大的條路。 那麼這條,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河裡呢,因為泰爾呢,每年啊,我們現在差不多往那幾天以後,在雨季比較多的時候呢, 泰爾水比較多了,泰爾水比較多了以後呢,山水沖下來以後呢,這個泰爾的水啊,就往下來,就往下來。 那麽如果呢,就是在農耕裡面啊,直接寫這件事呢,如果你不保證河裡的創集的話呢,你河裡有沒辦法,或者沒及時把太后的紅燭,還把海裡面穿呢,那肯定變成光陽之空,這個北水煙。 那麽到了冬戗,或者叫做涵戟,當然記得寬旅,濃旦的瓶,那麼到了… 你这些关系的国家名声 关系的老婆姓生 所以这个吴宋江一直在做 那古人来做吴宋江的 他也有一个基本准则 他就是以吴宋江 涉出泰雾 流西 向东流 进入大海 那么现在的摩卡苏浙和德兰卡天赤 然后我们就只要知道 吴宋渴吴宋渴吴 吴宋渴肯定是吴宋江的渴 现在是黄埔 现在苏浙和德兰卡天赤 相差很远 所以我再讲一下 吴宋江到了宋墨里科 它玉塞特别有利 就堵塞了,玉塞很嚴重。玉塞嚴重的時候,它當上面的水下來以後,它的主要的河流堵塞了以後,它來過去排放以後,讓水衝出來。 衝出來的,就下面衝上許多許多小的河流。 所以到了清朝的時候,就對吳松江的一次大歸名的治水。 治水的基本原則是什麼呢?基本原則就是放棄吳松江下流的水道。 放棄了不要,因為開外一條河道,都為吳松江下流。 所以這條開外的河道就相當於現在的蘇貞河。 那麽原來吳松江廢棄的,這條河裡不是不要了嗎? 你的新的河,下一個,下一個,不要了。 河要了以後呢,那麽就是秉承你給它。 那河裡來塞,沒必要把它填抹掉了,那河來塞。 這條河叫什麽呢?其實叫必定是九五松江。 就這吳松江。那現在有一個新的吳松江的下一個,那也可以叫就這吳松江。 那就是九五松江的下一個,古來都幹啥的,那都念得很長。 所以後來就省了一下,習慣了,就叫什麽? 九高,舊江。這九星明舊的舊啊。 那麽可能那個舊字呢,一個人都起來了。 以後可以上去取幹的那個,覺得是舊的也不能。 那麽後來呢,這下面呢,有個人說呢,因為我剛才講的, 吳松江呢,因為下面的河道已經找不到他原來的黃道。 下面都去青蛙灣的黃道。 那麽他下一個,他下一個做龍,做做龍的球。 就是,你在做高龍的球。 從邊上一個溝,他下一個,一條球。 球是小龍的一場,不是小龍的一場。 那麽我好聽,那麽就覺得那個球。 那麽因為今天我是,剛才是過來,做地鐵過來, 過來一個正東路,在那邊過來過來講,過一個,過一條江。 那個正東路,給他一個小房子,在邊上寫著,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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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著, 這條江就是全江。 所以這個呢,就是原來,就是吳松江的古道。 当然现在留下来的球墙不完全是原来的武术墙 尤其是在五十年代以后,我们在整治水壁的时候 因为原来的墙轻轻弯弯来,我们在整治水壁的时候都把它拉直 但是球墙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羊府区现在有名的去康复的 不知道知道了去康复的,应该知道 因为以前那个马头是很有名的 还有长期日周围就是上市,就是武来东西 武来东西下不因为人就不能进去了,人就大概忘记了 那么现在因为在随着羊府区的建设以后呢 在古级别人还有同类的地名不顾全力 所以我们讲的吴松江废弃的河道就是从哪里算起来 以前的葡萄区,现在葡萄区如果是看地图的话呢 就刚要这里出来以后,有一条叫西丘江,西丘江 然后本来这个河内呢,这个在二十年前或者三几年前就在 它就沿着现在的葡萄区人民政府的地方,就过来 过来一个到渣北呢,叫了酒缸楼,一条酒缸楼 那么这个酒缸楼都延伸到什么,红克的酒缸楼 这红克的酒缸楼呢,有河梁湖的秋江很接的 所以这条线呢,大致上,大致上啊,就是原来乔家肯定 那么这个刚才讲的,古人之随呢,古人之随呢,它是基本点是什么呢 我们前面,吴松江是最大的河内 那单靠一条,吴松江是不行的 所以呢,就是沿着吴松江每个一段里 我们讲的每个五里到千里 每个五里到千里呢,有苏俊,或者开挖一条吴松江之里 开挖的分担吴松江之,分担吴松江的排水和排水和排水的能力 这么这个河里呢,一大一点,好像开挖的比较大,规模比较大 那么这个河呢,都有一个规范的名称 古人啊,就是这一类的河,它古人呢,就一类把它叫做什么?土 就是皇户的土,养土的土 所以那么,以前呢,这个周,有人去算谷,算谷有些设计的标 每个人是设设计的,也这个三十个人也设设计的,也设计的大一样 因为吴松江很长,是他的太文出来就开始了 所以江苏进入,也有很多古人 那么这个,我们刚刚刚我能讲起出来出来 讲的大家股边知道 但是,进了上海,进了我们现在上海的境内呢,他也有许多 在伊甸的打赢港,就是,出这个大赢压制的人 但是原來就是板燈,耍燈。 再過來我們進入市區的,比較熟悉的島舖。 島舖大概是,陶舖。 陶舖再過來以後呢,就是板舖。 板舖,這是板機舖,板舖。 到了這裡以後呢,當然原來還上來不下, 這都沒有了,現在還可以享受。 所以這個浦,原則上都是獨松江的大智能。 所以你看到這個有浦的,基本上就是這樣。 但是你現在就看了,因為它合得到也不百變。 但是我們現在的這條的楊宋舖, 還是仇江和黃浦江連結得也合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介紹一下。 楊宋舖的名字。 這個我們再簡單看一下。 這個是同志上來的事裡面講的。 應該能看得及吧。 我們從右邊看過的,第一天。 楊宋舖,我念一下。 這個標題來的,你聽哦。 標題回答到中國了。 楊宋舖,通,江。 楊宋舖,通,江,正好。 這條江,就是九高。 楊宋舖,通,是黃浦江。 楊宋舖,通,濱江和黃浦江。 通,濱江。 我們做濱江江。 大家知道的。 楊宋舖,�� Meaning this,殷江湖, 這一個所就叫濱江湖 也是 Mixing country有很多. 楊宋舖。 你去讀多要重大的事, 藥江湖。 在通影香港溪流通下海埔 我海埔門有一個在那個 我海埔門就在那個 相當現在在西蘭橋那裡 那麼我們就叫上海下海 等於我海埔就是下海埔 那麼下海埔這條河路呢 這條河田這樣一個呢 就是靠河邊的 靠河邊的 靠河邊邊上的這個 大概就是現在的河門路 大概 所以大家熟悉的話 海埔門路都可好 就要路歪歪去 不 海埔門路啊 歪歪去 從大明路這裡出來 到東海埔明路 到空明路 就在這條河邊 空明路到南山路一直在這條河邊 南山路這條河邊 又這條河邊 他為什麼上海 為什麼這條河邊 為什麼會去 去回不回 去回不回 那麼這條河邊 上海 凡是這樣的路 基本上 就是 填 把原來的河流填掉了 因為原來的河流 去去挖挖的 直接填的話 那當然就是河流 去去挖挖的 那麼這個河流很多 上海是很多的 當然填的時候也不會完全填吧 填的時候填的那部分 填和填一路 這個河流 那個河流 都希望填 堵毛和填 有填的光點 但是就有色 原始狀態去避 所以這個人 通山門 上門子之同口 所以這個跡谷 我們就在楊塑骨 這個河邊在這裡 但是我們有一些地名上的問題 楊塑這個河 這個地名出現了太 它指的地方太多 央伏伏我们现在就是应该指这条路 我话再讲 因为它是从松江的治理 那么央伏伏是指这条路 如果叫央伏伏它指区骗的地方 这六块整个地方能叫央伏区正都 好像央伏区 是指现在行政区所指的太多 那么因为有时候都搞不清楚 我们中国有的时候要烂,烂烂,烂。 然后他说杨树谷本来就是叫河。 现在你看地图上,他又加个河,亚日浦侯一世之河。 我现在不知道杨树谷的人怎么叫他,我都不知道。 平时也很少讲,他讲这条河。 这条河好像跟人的生活一定有太大关系。 谁住在边上,我可以知道这条河。 我住在边上,我帮别忘记的。 所以我们将把这个我们讲一讲。 杨树谷本来是原理上海现成的。 我们讲的原理上海现成的。 我们讲的原理上海现成的。 中河的时候很有这一代。 他是原理上海现成的。 他实际上也在上海的一个角。 上海的东北角。 东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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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角。 所以以前的人就还稀少。 没什么能力。 那么这里你自己自然成功。 教都很不方便。 因为他又跨到神一样。 要到神一车呢。 你要把骨子不拉下来。 你很麻烦。 要咕咕掉苏州。 要咕咕掉我们沟港。 因为以前上海都没桥的。 不像人家在这个地方。 也都没什么桥啊。 有的地方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人家做一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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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人家是很爽的。 但是到近代以后。 到近代以后。 那一个呢就是租界的界隆。 这个不加的界隆。 这就是界隆。 首先呢。 是1845年的时候呢。 英租界呢。 在苏州河的南面。 相当于往过去的界隆。 他界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美国的。 就是美租界的。 在红河界隆。 但是当时到了红河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没有跟他签丁。 因为当时为什么他签丁。 因为当时啊。 因为当时啊。 我们现在美国的老人。 他很多。 很多。 那么在我们想在一百多年前。 就是在19世纪中的时候。 美国人是摆脱英国的责民夺利权。 美国的国家是很落后的。 很落后的。 所以美国的真正的发展。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美国人呢。 就是在西方的国家里面。 我们要去消失。 他排名很厚的。 排名很厚的。 那么当时呢。 就美国。 在英诸街建了以后。 英诸街建了以后。 英诸街建了以后。 英诸街建的建物是根据南京考虐的相关考虐建物。 他建了那个建物以后。 那么后来美国也跟这个建造了。 很多国家都会建造了。 许多国家都会建造。 建造以后呢。 当时美国人因为国家比较穷。 因为国家穷了。 国家穷了。 要外托国家建物公司。 这个是我们的大战。 不需要建。 城市建了这个大战。 他这个叫做民事馆。 可建可不建。 对吧。 民事馆到公司馆去。 可建可不建。 但上来的他还是建。 就上来是开往的。 所以当时美国呢。 自己政府派了一个人。 没钱。没过来。 到了他这时呢。 上来一个花旗。 花旗行是美国在中国的最大的商行。 他就是当时呢。 就任命。 这花旗行的大战。 就由他担任美国做商人。 是吧。 这个以前是常有的。 现在小的国家还是这样做的。 我们怕人怕火车。 他一个人要比较不容易来。 小国家怕火车。 我们先打过一个鸡包人拿过来。 小国家这一年多年了怕鸡包大事。 这个还是可以。 所以有时候呢。 就委托其他的人士带办。 其他国家的花旗行业行的带办。 这种人就不商量带办。 这种人就商量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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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时呢。 美国那个社呢。 他因为业商人。 突然直接变成了外交官来。 幸福的一个人。 所以不得了到当时呢。 就是在自己把人士带办。 就商量带办。 就商量带办。 那国外的家人士带办。 他人士带办。 他人士带办。 这个时候中国还没国家。 中国是没有国家。 所以商量带办。 商量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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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国外的假设是一种信仰的 所以后来美国就是 因为美国是中国政府场面上 他不要在海外建立成立 他不在海外建立成立 他不在海外建立成立 是不允许建立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 请了一个传交士来受刑 传交士向中国到来 把上海到来受刑 像我们也像他一样 在苏州河北上还要挖开地方 给我们在那里居住 当时呢 当时呢 在英国里面上下 还要懂民意 他不应该休息 他就会休息 当时呢 所以也不一定协议 经常是红后 要把那个协议 他就帮不出来 所以这一年呢 因为当时 就划定了九个可德协定 还有一个 讲话比较含糊 就是 以兵 就是乌松江 乌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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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松江 明镜 木工省 乌松江 还是把外汉这个地方交流出发 这个不是规范的手法 老板你给他教了 但鸿河庭没出发 他孙子也这样教 那么到了后来 因为周界建立以后 他有一次次次次发展的过程 那么到1893年的时候 1893年 周界就鸿河的周界 他的最东端最东的位置 就升到这个地方 到1899年以后 这次发展 1999年公共周界这次发展 在这次发展里面 这条线呢 就一直到现在的压力不停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 这个上面升 前颜色的是中国银 下面呢 这边呢 是出现的 那么这个位置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物件风险的观世堂里面 大家都一样是学的 一样是教授的 就中国大学来的 那中国银河康里面 比兵用呢 是周界的 周界的 本来只是一条路 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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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麻烦的 那么 总是在1913年 1913年我们就看到 那这个地方呢 他在英文里面就看到 这个阳州河 这位阳州河 她很适合来 手提上去 然后我们把 主要的位置表现 主要就是阳州河 就美洲河 那就美洲河 这条整个呢 那就是洋蔥土 那麽這個我們大正位置就清楚了 大正位置就好 那麽我就看早期呢 因為早期呢 因為東面呢 西面呢 它有一些介紹 這道路基本上有地方 有得成形了 有得成形了 那麽到了西面 我們就看 這個路 生年色的路都是河流 那當然流血就甜了 但是1913年呢 河流還保持這麼多 那許多呢 那河嶺呢 因為中國的河嶺大概也知道 就是中國整個歷史呢 是西高峰 所以河嶺主要的一天 是西鄉峰的一天 主要的一天就是西鄉峰的一天 所以這個我們就看到 許多呢 就是這些甜原來的河嶺 做成滿意 那流血到那裡有得到 我們河嶺國雅 結果我們看一個河嶺 算了啦 但是 所以我們就看到啊 就近13年的時候 在那個河嶺 那個河嶺還是 叫做 縱橫交錯 就縱橫交錯 河嶺很多啊 這我們就看到的 紀律 13年了 這是1918年 這是1918年的紀律 那麼我看到 河嶺的數量呢 就明顯地減少了 當時還一派一個 那再過一道之間 河嶺就沒辦法 河嶺 那麼我們講 楊壽鳳呢 這個以後呢 因為呢 原來的 比上海限制的文件 他現在的民主界 也有一個大紀律的文件 那麼楊壽鳳呢 他有一個優勢的 他就在北江 就進行 那到靜帶以後 到靜帶以後 到靜帶以後呢 在楊壽鳳 比較早出現了 一個大型亡產 就是 青春 跟全庄 聖圈他們 在這裡 邊 邊邊 上海 激氣 遭護 激氣遭護 所以當時外國人進來了 因為早期人們 做貿易 早期的貿易主要還是 就是楊壽鳳 就是生活有 楊壽鳳 因為上海本身也長 長的貿易不一樣 很大 然後楊壽鳳 基本上也把貿易不打 那麼 李鴻鳳呢 因為主要的 方式 照顧啊 尤其 外國人 他們也有些賺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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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李鴻鳳呢 孫宣懷 他們呢 他們呢 就在杀 在揚手 選擇 這個時候 還不出現 選擇 在裡面 建立一個工廠 那現在工廠呢 中國人呢 一個人他本身這個 經代化東西 中國人把那些是沒有 都继续整,中国也没了。那么你介绍工厂,运进设备,管理,在康夸,中国也弄不来了,弄不来了。 那么再加上整个广广期,大家知道的广广期,这个长到1878年开始弄, 到1882年,刚刚起步,就开始上厂了。 加上十年以后,加上十年以后,再正式投厂。 投厂以后,肯定就会容易成,知道吗? 因为他设计,他设计,他设计,刚设计,他设计,他设计,他设计。 中国自己的杀官都没有,还有人是要外国人去杀,买来杀我们在整个, 必然可能还是有的,但是,一下子,别人要卡,就卡到了。 跟一些政业人物,就是商业人物,就,买来杀个会。 所以这个总体来讲,一个是我们中国自己, 达成平序公司刚刚起步,当起步,严落后,不错的、曲线的, 甚至于官僚、外的情况,漾然都有,漾然都有。 所以這張照片呢,後來呢,這位時候寫在這裏,給大家表述的, 一塊是你三個兒子,郭敏是你三個兒子,就松關路會面, 從松關路會面打到這裏,這個地方是最早的機器政府, 那這裏後來經營不下去了,後來又燒了火,燒了火以後再轉了, 後部機制轉了以後呢,大概再去鎮一下,三十年代的時候呢,這個廠就生性廠也去了, 這個廠就不用了,地方就不用了,廠就不用了,廠就不用了, 所以這個廠是在楊樹浦地區,還沒有開放,還沒有成功, 我們住居的時候,是中國最早出現的民主共產, 而且這個廠呢,在中國的世道來講呢,也是中國最早的進一代共產, 還是多吃一家,還多吃一家。 那麼就是我們在中國啊,就是到境界以後, 跟外國人簽了一個許多協定協議,協定協議, 但是我簽訂的協議呢,都是通商條例,通商條例, 外國人在中國的開放可案,你可以想辦法用土地, 可以造房子,造醫院,可以建醫院,建教堂,可以做生意,都可以, 但是不能投資建設,因為我跟以前跟通商條例,不是投資, 所以外國人曾經有許多次呢,也希望呢,因為有時候在中國生產的東西啊, 中國的因為中國徒產的東西,有時候生產, 到了運動外國期要重新講嘛,要重新講,舉個例子啊, 中國絲,當然是最大的,絲啊,生絲啊,就是花,就是祝絲那個絲啊, 出來的徒量是最大的, 这个是因为以前的把诗念就分成了两个大名 中国自己审公朝的诗,审公朝的诗,这个叫生诗,生活的诗,生诗 就是用外国机器审公朝的诗,叫产诗,审公朝的诗 中国的生诗到了欧洲或者其他国家以后,它要再去防护的时候 它的生诗还要重新进行一次潮诗,要潮诗,潮回产诗 所以这个不是重复的一个过程,外国人很希望就在中国去做这个产诗 所以外国人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曾经就在上海,上海去,昌阪回产,以后的哨诗 上海马上换去,后来到八十年代又出现了三家,很大的市场 其中某个人要欺藏和公平这三家 之前这三家呢,这三家刚办好以后,两年以后全部停留 也是下了局限,也是下了局限 所以说在中国的通商客是不能投资建厂的,但是有几个不压,这个因为它不是上诗,就是实证配套实施。 而船破修造,这个船破修造,国外欧洲到中国,到美国到中国,到日本到中国来,这个船要定期的位置有一些,要需要修大修的,要修礼。 所以这个更允许的,这些还允许船的停泊在哪,都允许的。 所以呢,在上海呢,也最早的公平是这个船破修造。 那么讲讲的修造是变成的修为造,造成和修为造。 而一个呢,就实证配套实施,实证呢,实证能符陷藏有的水电瓶,一水电瓶,你对吧。 水电瓶有这个一件不少平衡,要把埃子炒了,自少的。 但这个呢,实证必须有可欺化的东西。 所以这个情况。 所以杨师傅呢,一个呢,也最早建立一个,是会呈,一个水场。 在最早决定存在 这张图片我们看就跌了两只不十三层 那么这些这个严重性要在不谈 还不在不谈 那因为人们看那个民间生活的实在是参与15吨 实在是参与生态是主要的工具是什么好的 要是你什么 一定要对他们 钱 找钱 找钱 就没有跌的时候 实在是要好抽 要撤掉钢 要撕掉 还到处撕 里头啊 都要跌 所以这个水场必须要有东西上面 东西上面没跌的时候呢 可能有增汽 化增汽 所以它的量影响下来 所以它有很大的颜度 而成为这个水的额后啊 这样的放置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水 这个水场是一到八二年放水 早期水量很少 我们现在 我都再评一句话 早期每天的热场 每天的产量水是五千个地方 所以水场一放 明确是 明确是 明确是大 三分之一用的下往 要撤回来 但是你这个水去火一定要 要撤不到水放的能量 所以至少要放 三分之一要放 要放这里 撤 这里撤满能够 撤不满 你这水放的 要救护你 撤回来 还有不过呢 要保障 去外面 去船之上 因为船到这里都是海洋的 一定要抵 水到这里抵 最后就是尴尬死 因为尴尬死 尴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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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死 尴尬死 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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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一户家庭有几百个人 一户家庭我不知道有多少事 两百个肯定是不少人 两百个肯定 一定是什么东西 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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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时来讲 这个水非常多 所以它的水 这个水出来有个人 它无法满足整个 诸件国民 它这么满足哪里 这种满足水池和盼盼 最维约的羊铜水 这种满足状态 那么 这个我们看 这个是羊铜水产 这也是羊铜水产 这个水池 这也是 我们看了 都是 很多人看了 不接受羊铜水产 这也是水产的功能 可老子是水产的 主要是马云 管理者 管理者都是外国人 所以老子 我们年纪轻的 到时候 那以后 他怎么做 实在是厂 那 笔债 别的公司 都不得了 都是去马云美 都不得了 所以 全能在这地方公司 那就是很好的 这些都是水产的 因为水产要有 这个种类 故隆防烧的 正习的种类 那么水产呢 它主要是 这个水产呢 生产的水 主要早期 主要是公民 苏州河 所以 因素间 所以呢 因素间 到了这里呢 那种别的 还是不 挂掉 根 还管制过去 然后 数字又要不告别 到了 数字又要过江呢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当时选择在 现在的江西路 现在的啊 江西路 所以呢 那 南面就是江西中 比较江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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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面是江西路 在江西路的地方 就做了一个水管 淋水过去 那单独水管 也很狂狂 因为 苏州河是很忙的 很忙的 所以做的时候呢 我们是这样的桥 桥搞死根 不好来的话 对吧 所以这个桥呢 就这样 这个桥呢 这个桥呢 是 桥是四十年代 桥的广志还在 到五十年代 有时候 因为水肠 系统调整的 对吧 株子和 南岸的水 可以用驴食肠 对吧 株子和北岸的水 可以用两股食肠 那就不要吃 这样不要感觉 这样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呢 看到这个老大 就是自来自肖 这个也是自来自肖 这个也是自来自肖 这个地方 这边的房子 楼口大家 就不叫熟悉到 这个房子还在 就是约十年代 这条就是 江西路 有塔的面上 有条小大路 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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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 大家对熟悉的话呢 这个建筑还在 现在还是自来自肖 自来自肖 的地方 还是自肖的地方 所以呢 现在我们讲 就是 刚才是自来自肖 当然随着 早期的自来自肖 它的生育场面 比较低 但是海河南面 随着随着 随着随着发展 自来自肖的 量 也就得出去了 那除了 两股水肠以外 在法州界 也有一次的水肠 还有 中国与内地的自肖水肠 把州界的水肠和 内地之类之类之类的地方 都在一起 然后我们现在到 市部会和到 纽约和医生育 这种 纽约的 市部会和到 南湖大条 纽约可能高的严重 这个严重 这个严重 就是原来水肠 这不是以前啊 这是到了解放 建造的 这个严重 这个严重 原来在两家水肠 并成一个 这个严重 真的是 当然我们 因为 因为 就是 当时呢 这个 这个水肠 水肠 南湖水肠 造的 现在的 八方子 然后 两股水肠 就是 在两个铺子里 然后看看 是不是这个 他就往回家的水股 应该还可以 然后后来 就中国自己 有个赏布市场 我讲 赏布水肠 那赏布市场 没有那么两股 那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 杂培水肠当初 选址的时候呢 在哪里呢 就是在 现了这个 新科障 就是 我们的 就是 我说 这个 这里选择 做一个 这个水肠 一个 这个地方叫做 杂培 那建的时候呢 因为他也没电 所以杂培水肠 建了自己 杂培水电厂 他也要动 他也要动 但是当时 当时 杉址建在这里的时候 所以你说 时间比较少 所以就是 一年以后 建的时候呢 当时的水量也可以 水也比较干净 因为自来的水 这个水量 特别重要 那你再想一想 我又说 咖啡 咖啡 要是能比一比一 要把它变成糖茶的话 加两六 加两五 加两五 如果这个是糖水的话 要比点四 那么一样 你可能要加上 几百倍的确实 把它变成干净 所以水呢 按一干净的水 就 你如果错 就大概行 我错了 你要变得很干净 很难 所以当时呢 他选择在那里 因为肯定要选择 使水这么讲 他本地考虑就是用水的 通常自己考虑成本 所以选择呢 当时应该讲 出水喝的水 这情况还是可以的 但是没过两年 没过几 没过说几年 可能一几二十年 接到四年来 当时有主要人 因为这个水 水泵一个重 比方十五个以后 他是美术 他没水 没什么就这个火 是造成的 造成熟度的 后来到这情况来进行 所以这个时候 后来就决定办成 出外 还是吧 松泽河的水 就不行了 你要把松泽河的水 生产成自来水 这个水 我们把水来水 拿狂与水 这价钱肯定不一样 所以搬过来 搬过来 就选择加盲水 那就是当时 加盲水 这两个水 有水厂和发电厂同线 发电厂现在还在 水厂还在 就还在 还在发电 还在发电 这不用了 当时就是 当时就是 把水厂 电厂 选择 因为那里 就不能用了 选择 现在这里 就是 防水厂的口 在这里 去这方面 把这里建 那么 建这个厂 当时水厂和电厂同线 现在水厂是 水厂同线 还在 还在的 水厂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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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水厂 沙北水厂还在 不是利厂 就在两个 两个喝得很近的 一个就是马路对面 所以 这个水 因为喝了一个 沙北水厂 首先 沙北水厂 那么 这个就是 沙北水厂 那么 我们再想想 我们现在 鸿河这里 新的位置 大部 大部的这里 鸿河这里 可能在鸿河这里 上涨 应该四五 四个厘米上 这就是 沙北水厂 为了 建设 沙北水电 公司 发电站 他就要 建设一条道路 来运输 这个 审美 建设 出 他当时 自己 修做 这条路 修做这条路 所以这条路 因为是 沙北水电公司 投资性建的 一条路 所以这条路 叫整条路 所以水电路 也用到 去 但 但是他现在 全部在 和我们局景点 我们建设 所以我们把这个 一个 水 水电 所以我们贴上 那么因为电呢 我们家的 那发电呢 它最终不在这 发电最终 最终也可能 也在这 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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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亚的桥 这条路 这个比较早 这个发电 那么 这里呢 发电 发电呢 也需要水 发电也需要大量 发电也需要大量 发电也需要大量的水 那么 所以呢 当时呢 在建设这里 因为当时 电量很小 当时呢 发电量很小 很小 那么到了后来 那么电的普遍使用 电 电 上来的电 最早的 因为主要用照明的 主要用照明的 所以这个 电场呢 也就更长 也就更长 那么 那么 因为 这个上来的 用量 增加以后 他也选择性的 也限制 现在梁素 梁素 是五届的一样的 新厂 1909天 头厂 那么当然 我们这个头厂以后 我们现在的工厂 你弄吧 你看 那个 几万里的 海洋器上的 工厂是 过三五年都要翻新的 工厂不翻新 能不能 出山的时候 都不离开 所以这个杨树不水长 并不是一建的时候 就这个样子 它是建好以后 有第一期 第二期第三期 如果它技术发展的话 还有第四期的武器 有设备有点先进 技术有点高 我可以用很 使用很小的面积 使用比较低的车门 能发工作电 不合备的 一切很多人 所以呢 电厂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 这个指向被说 这个就完了 这个 我们看到的 就是 可能大家都看到 这是建设 建设于三十年代以后 三十年代以后 再来 再来 那么刚才 当然煤气上的 更厚 煤气上的更厚 更厚 所以我刚才 我们刚才讲 刚才讲的 就是 一个 所以念煤 煤是不受限制的 它并不是 作为商品来对待的 它作为市政 被淘汰 这些东西呢 就大部分 是去做这个 就是在说 在阳湖 还没成为租界的时候 它已经是 这里是工业 或者大型工业 而且化成了 那么我刚才 因为刚才讲了 就是 在 在 早期 中国 中国和外国签订的 都是通商条约 这外国是不能建厂的 但是到1894年 大家知道 家务改正 中日甲午战争 这个战争呢 是以大清战败而告结束 第二年 1895年 签订了一个什么 马关 马关条约 这马关条约 这马关条约 我们一直把马关条约签订的内心 是国耻年 国耻日年 国耻日年 国家耻日年 为啥 这个条约太可 太可 太可 那当然 这些人 如果说 你就是战乱直播 我们大清王朝 你一个个小博 他又打不过你了 那是在 你谁要陪 你要两页 那一些不算 那些以后再算 分几期分 分几年 分三年 也分几期之博 两亿我们现在两亿钱都过两亿是要过什么呀 当时清政府的全年的财政收入是业益不到 业益不到 那你想这两亿不到钱 那么你千万元肯定 中国是农业管 得靠农业水域业 农业水域业 那么就这边 就是这四个赔了 赔了清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 我们现在做这个雨水的话 现在电视看得多 美国人要求我们不防雨上 财政收入是奥了匹匹的帮你治粮了啥的 所以这个钱很大 如果拿了这一笔钱以后 他接下去他从哪里做这笔钱 真的不知道钱怎么花 这大量的投资科技教育军队 所以中国呢 这受害过了 帮助了一个财政 看起来 还有一个条例 大概还有了 还跟了台湾 所以我们台湾是到非议本人统治 就是马关北 更让台湾和鹏处的岛这些 所以我们关于这个 钓银岛的政策 这一年是把台湾更让的日本 就是到1945年 日本国家 战败了 不是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 可能投资 就是生产商品 在中国的营销市 这就好 但是我问一下 我们刚开放的时候 我们刚给它开放的时候 哪个人进行来 能够做啥 我要够做啥 还就会跪去 能做什么 能投资哪能来 中国人都不知道 你来了以后 外国人 华智王嘛 外国人找死兵 你还在这个工作 你去死了 健康外庭 不要瞧瞧 但是你怎么 就慢慢的 我们一个生意的过程 首先呢 外国人考虑做任务 或者外国人考虑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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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也慢慢的 这个到现在 我来我们的工作 基本上 所以我们讲的 刚才讲的 就是允许日本人 在中国的通商客观 调查 我们是检查 那么根据最后一个 条例原则 我记得是后期通用原则 就是 你给了一个国家一个国跟你签议 签议尊贵或条约的国家都获得可谈 所以这个变得可自打开以后 其他的国家也同时获得可谈 同时也获得可谈 所以1895年也是中国华时代的一天 也就是中国民族公民族公民族 所以我们把中国近代公民就是1895年 所以外国的投资经常中国企业也跟上去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没有给客户开放 没有引落外资的话 我们开的汽车还有不不走 肯定的呀 我们当时说起车流体力是高科乡的 在零南亚前的解释 所以在外置的境内 外置的境内 再也动了中国民族公民族的情形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因为当时杨树土人 先对说他有一个优势 他一个是冰家 一个土地比较远 比较多 那么这里面就是出界 就是大量的冬产 大量的冬产 大量的冬产 就是在零层 零层的建 大量的冬产 那么我们刚才看 在零层的冬产 还有一个冬产 这个呢 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好的照片 这就是我们 你在大清的叫做《披草草草草》 知道吗 天章草草草 嗯 你这可对要问一下披草草草 就是往中国人的考虑 天章路有产千两个 大家希望你们可以语计 我是参与这个 所以还有个天章 当时可能有一些 因为天章路期待 最早见的时候不是叫天章 叫能章 能 单能章是人一道的能 能章就还有这个章 那么在许多人到现在都没考虑 这个人像两张山人人是名义的 中国造子的老术中山人 这个人就是这个人 中国人这个名字是名义的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今天讲 我讲之前没有人知道 他说没有人知道这个班族的名义 所以这个天文造子上的荷兰也是正义 很显示有官方的 那里方现在后来因为 实际上也是经理不上 经理不上有的 后来这个草兰 后来被日本人拿去 那边拿去 他肯定天障 肯定天障 但是后来一直叫天障 那么到来这个人 刚才到阿贺少子 到来后来是披帐 其实当时就专业征 那这个草兰在这里 这个草兰在这里 这个草兰在这里 荒兰全都不乱 找资产 没的都看 多厉害 找很大的不乱 所以这个 但是这是一个民族公民 这是一个民族公民 当然就更多的去沙场 更多的去沙场 那么我们就是 对 那这个 这个我们看到的 洋不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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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洋不书产 这个呢就是 这个时代就是洋不书产 就是草害水草 以前早期的闺女很小的 都穿着闺女很小的 闺女很小的 闺女很小的 所以 一个我们讲的 那么近代以后 在近代 就是近代以后 就是在 就是在 1895年 就1895年以前 杨树福在中国民族公业 或者国外在工程 还没投资到中国 在中国上海 投资的时候 你上海的 进行政策局 已经在杨树福藏办 杨树福藏办 那么到了近代以后 很多大量工厂 在上海操关 而且其中 大型工厂 集中在 杨树福藏 所以杨树福呢 那么很简单 他是中国近代工业的 跨下地 杨树福啊 是中国近代的 跨下地 是中国工能阶级的摇篮 所以这个定位呢 是美的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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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那当然 就这里来的日本的沙场里头 那么 因为学基产 因为现在十七场 这些人都会沙场 那么 刚才讲呢 因为日本的沙场 本身也比较华杂 因为他许多上面 可以自己生产 自己生产 那么 这个呢 我们看到 在沙场里头 这个呢 这个呢 是小球场 就是 公民打工所产 公大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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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小球场 就是这个 中国的北面 这是一个 上海的建议是属于很大的 很大的 原来 都 日本的公大上山 这是公大上山的背景 啊 这个国际 是个三项 高的庆兰 一位 两个 两个 都 任何 都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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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个人的两汤是宫大 就是一个的 这个人的啥地方 放涩 方思也许你 方思也许你 方思也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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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股大书上 股大书上纪念有 今後,哪个人能直立 结的时候,现在 因为一九个七年 包括我们现在一个大型的企业 它也必须有一个简单的管理的业业 技术业的对务 所以日本的厂呢 本来它有些人必须从日本进来的 那么要提供所受 所以工大厂厂呢 工大厂厂呢 因为日本人就包括很多东西也许多这样子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叫工大工法 它规范的名字叫工大工法 那么暂地面积也很大 那么他们建立一个医院 那你可能他刚才在起方式 有方式啊 在前面呢可能是日本人做的很大 后面有可能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字的后面呢 就是中国整处的地方 中国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厂 这个地方现在也是保护单位 也是保护单位 所以在 这个当然 这个是方式里面 这些建筑系统上不在 如果到里面 只有前面一种 一种完整 拆掉以后建了一个 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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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 教育局办了一个 一个大楼以外 拆掉以外 它里面划算了一家完整 一家完整 那么这个呢 现在也是要去保护单位了 保护单位置 那么这个呢 以后大家看看 这几家照片还是比起 就是照片比较兴趣 还有外面看不多 不多 那么另外我想记着我们这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看到的 我们这张地图上看看 那你去不让人 去到复兴岛 那复兴岛 这些黄埔加那 本着也没有到 没有到 那么现在 现在复兴岛是黄埔加 唯一一个岛 唯一一个岛 那么这个复兴岛呢 它本着确实没有 是唯一岛 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呢 我们上海 和中西江南 因为河流比较多的地方 所以河流在产生拐环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能很紧 他也许是黄埔加那 黄埔加那 六町的语友们是浮味 老大大的地方是赤 它的赤 就是像动物对着的一样 像赤都不像赤的 那这样子 所以我做的像动物 很高 所以达加那里面 要么就赤也么就高 那么有一个 taman之 你知道就把妈赤 那这个地方呢 叫遮嘎子 这个地方没有道 叫遮嘎子 遮嘎子呢 我们现在不是一个遮嘎子 遮嘎子只像一个图子 所以遮嘎子就是为了肯定要遮嘎子的 因为抓到尿路就要到军前 然后后来呢 因为遮嘎子战争之后 把它被炸掉过来 所以它很可能 但现在打给你打 我也现在打给你打 这个地方呢 它反而是一个江面也比较宽的地方 以河外外也比较近 这个都越是比较均淡 因为华普江呢 它是一较天然的 天然我说呢 到近代以后 在近代以前 中国自己是一个木船的时候呢 这条河很压很深 没问题 因为中国的木船是谁很浅的 在某个地方 这选择的地方是万万可以用的 可以做哪个地方 但到近代以后 现在在澡西外国人近年的船 我们看到了 人质局里面看到了 也是翻船 也是翻船 这翻船的登录 基本上翻船的登录 这个船 因为木船造不到 所以我们有个中国人也在港湖 带来一看一看 到一家郑河的船 郑河的船有一万多灯 造得出来 郑河的船 造一万多灯 那我刚刚放了一下 现在还有一块七度 我们当时外国的造船就很发达了 这个船基本上就是五百多 五百多士船 小点三百多士船 那么这个造个船没问题 但是到了1850年以后 火轮船出来 火轮船 火轮船 火轮船有一个铁船 铁船 铁船 铁船以后呢 登录就越来越大 到了设计时期末的时候 要进行 从上海港的船一步 超过一万人 我们想要看到 冰石太远沉船 这个世界上的世界 他也就造个温泳 一样的船 两万多都不敢上去 日本二十年代 接了一个船 叫船船船船船船船 二十年代就不接船船船船 所以就变小区了 我们现在的藏 不能有变酒吃 他二十年代就接船船 他还登录了两万多 两万多 两万多 所以船越来越大 船越来越大 船越来越大 以后呢 原来的黄埔江船船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这大船是进过来的 大船进过来的 大船进过来 那我们现在的黄埔江 为什么要废弃了 然后回来北京呢 这个当国家是一样 楼月呢 为什么到底呢 为什么 船 海上航空的方式改变了 都改成这张船 船船 这个船的定位 在大的 有到十几万多 这些偶尔使用的 十万多的船 进黄埔江 进到来查了起 他能进来是出不去的 所以我们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靠那个高压的目的 已经不行了 在大 有了中共目的 就是去 现在也是你们 严谱的吧 对 那中共就 结合这个 不严重 结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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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船越来越大 这个河流 就是无法适应性的船 所以这个河流 之后 就船越来越大 这个情况也是 以前呢 也是一样 情况 情况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 船越来越大 那 中国和外国签订的协定里面呢 就是有清理讲 描述得很清楚的 就是 黄埔江 和苏征河 黄埔江和苏征河 是 上海的 通航和道 主权 永远属于中国 所以 外国签订的 你这次怎么用呢 这个 早几天啊 那这次 这种情况下 外国人呢 他希望 数据人 中国人呢 他官网也他 认数据人 被他捉到的 他 可能 和我们的室可 在 你离开这里 你离开这里 我还会打你 你出去 我不要给你打仗 你这把我跑开了 所以這個定者就不肯出去,外國人家,我們來出去,中國人也不肯,我們這船的航運能力越來越多,所以一直到了1990年,簽進新聞條約的時候,特地加了一個很大的一個障礙,就是要建立一個數據領域, 而且叫郡土局,他的名字叫王,英文翻出來是王國康數據領域去成立,這個成立一個,就開始接來接來數據領域,這個區,這個區域呢,中國人和外國人出資是各成一半,管理是外國人,所以這個區域建立一個,就開始收據保護領域,所以這個區域呢,相當於現在的行動組,相當於現在的行動組, 除了收據領域,除了收據領域,一些航道上,沿航的所有的設施,航標,直、三度,管理在哪裏,管理在這個情況下,這個收據領域,那麼收據領域趕時間來不及, 要把車來給哪裏,一個地方騎啊,一個部分就直接,就是大量的船,去沿到海外的包裝,還是來不及,有一個運輪,所以一個部分呢,就打出來一個呢,直接去頂著一陣, 先登上去,等以後有機會,以後有機會,以後這樣,那麼丟一到這裡,就要丟出來一個地方,就說呢,丟上去大量,變成一個很大的攤, 他以後後來跟他一起去年的時候呢,蘇貞軍呢,他直接找地方,建軍戶局也自己找地方,那麼最後一刻,就像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就給我們,給我們,他當時為了保持他的一個通行呢, 通往呢,通往呢,就已經換了一圈內河,換了一圈內河,也不是變島的嘛,所以這個島呢,就是原來呢,這個島呢,就要這個島,就要這個地方, 那麼到了,就要到了,就到了,這個王爐之前,有個改名為復興島,復興島是這樣,復興島是這樣,復興島是這樣, 還會讓那個島呢 然後呢,就是已經換了一個島,有了,把島,復興島了,那這個島,就是到了這個島呢, 所以,這間禁戶路,就是要到京城河都要去加速的地區, 那這個禁戶路,原來的島是這個島,所以你搬到這來的島,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里面海洋改造过来的, 后来解放以后呢,这里是上海的海洋也就在复兴岛, 就是上海的凡是抓鱼的船,大共集中在这里。 当然,在复兴岛还保存了一个当时那种的时代, 在复兴岛里面是很复兴,复兴岛为的, 在这里还保存了一些运舰,保持运舰。 当然,在复兴岛的开发这家,如果能做到好的也不错。 今天我老老在那讲这些,可能这些大家对杨树也比较感兴趣。 我留点时间,大概聊聊天,有什么问题。 大家唱得紧张的,大家唱得还要缓。 谈一样不也可以,谈其他的也可以。 看看有什么问题。 你,对我老先生有什么问题。 你的问题,大家拿这些都阻挟了,喝不喝了, 我说过要什么,总是要认识, 您看这种阱子? 因此,你的咖啡,根本是养殓荷了。 因为你的咖啡也比较, 你们有什么咖啡也完。 因为我们因为这个戒飞呢 你想像图片大家玩一下给大家看啊 但是这个戒飞呢是什么呢 这是许多民众会也不当代言之 法律队也要逐渐一位也不一样的 当时呢是根据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 和里和山签的相关条约规定 其实外国人到了一个通商口 中国的地方官要和外国的领事官协商 旺踹派土地成为外国人的均略地 马国人是这个地方 他就坐在这里 这个地方呢就是合了对付资金 那么对外国人呢 到中国来以后 因为他是列决的土地有一个住在里 那么住在里面就像一个买土地 但是中国呢中国的土地之中是最残酷的一个住在里面 现在中国有土钱之下 不会有王土 好像土地呢 什么样是故意的 土地都是王家说的 你拥有的土地 这是拥有土地的使用的 那么中国人直接买就买钱 他就买就买钱 现在外国人进来 就把土地的名字推出来 他把脸都出来 所以中国人对领土的概念 于是解释了 但是德国人就没钱了 把土地买吧 没什么都啊 这种情况 后来是我不信心 你一个人我一个岛你要我买啊 在中国呢 这是个领土 领土是中产 你卖的领土 这个土地就是卖黄土土 所以中国对领土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科尔摩 这怎么办呢 那么外国人要卖 你这个政策不允许卖 怎么办呢 后来用每一个词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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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是永远 就长期住了 这个长期是永远住的 不长期的 不算是永远 永远住的 可以永住 那永住没有住啊 所以不是这个问题 法律问题不解决了吗 是外国人说 跟中国定的都不住 那么实际上可以买 再去换个字 那就是他们住 在这个地方 他们买了土地 买了多少土地 要向上海地方政策 他首先要到领事馆去注册 就买了土地 领事馆呢 要向上海报复备案 以后呢 在双方在共同去承 这个土地 也要補好土 来沙里逢 沙里逢 那么以前农山里面呢 以前都是荒野 农山里面没有标志的 所以在土地边上呢 要类界对 土地都要得到位置 所以你现在就这个对,后来就行这些话,以这个平息而为, 不一定可能靠着英国领事故,这是向英国领事故而做出的, 后面是这个东西纪约的编号,所以这个地方在很多, 那么绝大部分,大部分是向英国领事故而做出的, 那么在网组店里,可能像法国领事故而做出的, 那其他地方可能也有向美国领事故而做出的, 那审讯是什么样的,好吗?看看谁爱这么的啊? 嗯 这你叫陵参网络? 那你像你也用武,当时的一比一样的, 你也讨厌的那个,我说了,当时是这个陵参, 就是陵参网络,我这个陵参网络, 你这个陵参网络,就是陵参网络。 这一道道路的形成呢,它有的是原因,有的是原因,原来在大陆的中介的话,刚才这个要出界线,外国人又来就不能出去,中国人又不能进来,外国人只命你自己的,为中国人命你自己的,但是道路命名好了以后,命名好了以后呢,就涉及到还有什么?还有个蒙牌号,蒙牌号。 但是蒙牌号,如果你这个大陆是出去的,是米波那样伸出去的,比方这个,本来这个也就是三百五十号,然后出去了,但我可以变马呢,变三百六十号,三百七十号,那么你如果在头上,什么要的,你现在在捡,你不要付的号码,所以你一定要取消号码, 重新变,那取消号码,重新变,你知道有多少人,能不能生问这个要调他,能不能三十五点吧,对吧,老婆心也不懂你,因为我本来做得好好的,你们要,要我把这五颗顾问,生问这个要调他,所以一条路牵涉到的面,太短了。 所以呢,一般的情况,就是这条路是大的号,就多好的,像延伸的,那么它延续可以延,反正到底谁放个烧,然后这一波都出去了,再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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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背景版,一般的这个,现在是什么也可以,也有这个蒙配号,设计不到,那条路很长的话, bisa长再放了,再长了。 megaz Pokémon 这条路很长的话都不能设计不少赤 придATE的原因。 所以呢,最近因为,一般这样的时候,我以前我经认,因为我 Olnstan的时候,phanotto瓦是要绵 Canada 。 那供应该就是你问一下吧,你说你说你 fatigue、ай acknowledge,哎哀 migration,这区的笑话,我们百万千 populauses非常的唔急,所以, 因为ugni рус fu 壹谁都没有电话。يد miung release 这一个テagne président 。 这功能把规划的实际里头 然后就后来的这件事是利用的 但是这份联络别在一起过去的事情 那还有谁 你这几年一个少了你 你这种整法 两千个米 这些是 这些人家都 这么长一个人的概念 因为一夜就不可能 人家下来的 鸡胎上的 那个时候 这些人的感染我 比人过上黑路 大道 有多少人吗 有交接有多少人吗 所以为人 所以这个有变了 这个有变了 因为我是参与者 我是参与者 这个就是 我刚刚增加到 比人家的概念 因为 我是参与者 不是主要是参与者 这个问题 某个话可以去 去看这个村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编制 一个城市编制 一个农村编制 我们看到整个大正面 就是农村编制 这个农村里面 那农村也许多自治 那农村 比如说土地 是铁化 是财政 是个道理哈水 是个土地 那这个地方已经完全城市化 这个情况都没有了 所以你原来的农村的 这个 要变成城市的情况 所以这个行政区的名字 也很惯 那我们不能就用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 他都来 这不能用 这不能用 那我们 红柯还有 有 不可以的高位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那我们已经 我们在忙的很多 容易搞 容易搞呢 根据上海的街道 大多数 是 一条 哪样都不爱重 那我们说 我们去查海 那我们去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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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海 知名度高 他的知名度 好像就两分钟 那 查海 因为知名度很高 他的那个 都是障碍知名度 全部成功 所以 街道 都喜欢 因为知名度比较高 那么这个情况 因为 社区也有很多 比较接 也是 但是 很快 那是一个比方说一个老小子鱼路叫啥养精棒 那是不是和局者有关于养父去 一样这种俗语啊 有关于一个种原因 因为如果女的逼过去打养父 我还不会想过来 你还想不得了 但是他们说这个是说的 说的就是 我说你都可以 也没有做这样 那么这个肯定们给大家 把这个说是 怎样不去 我教的知名度不高,你這個留了以後媽媽告訴你,學到什麼時候, 我告訴你,想一個出來,我的,我打你。 你那回我想一個眼,多眼,我就不打嘎了。 我這麼多時候學那個白羊頂了,不知道。 我還得到哪兒了,白羊頂已經學了,學了。 在你這種學,老一名啊。 我親自的老一名啊。 對,周金教,周金教。 我自己在岗位置哪里呢 岗位置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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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邢 彤彤 岗位置哪里呢 你好 你呢 hvad 你好 洪工路和回城路,汉城路,汉城路, 洪州铺刚往毕, 一天来吧? 来来来,这边来来,我现在去, 我现在去,我现在去, 这里面,这个洪工,我现在去, 这个你太小了,我可能你这边没注意到, 我自己到, 因为我们没上几个公司,到路了一下, 在我们看的,这些路面,现在我现在, 你能看清楚,我相信你也会因此, 因为当时,洪生徒规划好以后, 在做规划的时候,他首先暴露规划同时做, 暴露规划同时做, 可能做这个,这个做规划的朋友都知道怎么, 他可能生活在那个,生活在那个东南亚仔的, 所以守护这个东南亚的渠度啊, 但是整体来讲, 我们叫这个, 这个有些, 叫曼沙路, 这个叫, 孟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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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摄纳根路, 这些路呢, 这个路呢, 到一九二年, 九改, 他这里主要使用的, 都是东南亚, 和朝鲜一些地平, 所以, 我们现在黄土区叫广州, 这条广州路是韩国的, 汪州, 它原来是广州, 那汉名是这样的, 所以后来, 他给的时候呢, 就把它给过来, 因为现在也行, 因为这些路你开港了, 比如那我大雨, 反正你是用的时候记得了, 不用的时候就忘了它, 所以这些路, 你给我讲的, 汉山的话, 这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呢, 那么如果是有的话呢, 就当时留下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 你看, 现在以前, 包括这个西面啊, 西面就黑王网了, 黑王网了, 还原来的新加坡路啊, 冰牢都取消了, 那黑王网就下来了, 那原刑是, 黑王网也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他, 这家呢, 这家呢, 他一年, 也会是不好的, 你看, 看黑色, 说老师, 我得给你啊, 梁叔福了, 现在还, 现在还有个老房子在那里, 是部门去的, 不错的, 说老师, 你是专家, 我希望你能够帮我们护佣, 尽量不要拆掉, 真的, 然后就现在, 没多少社病人了, 都拆光了, 没有了, 你听我上场, 那些年少库的房子, 它质量是很差的, 整天它的居住对象是什么, 功能, 对对, 对对, 对, 商品房子不是商品, 商品房子就是质量差, 不, 商品房子比较, 不, 商品房子比较, 商品房子比较, 还差, 商品房子它为不了, 造的很好的, 这有个人做问题好了, 因为才有以前的房子, 你去考虑到省到三十年之间, 才要的, 这九八只驾驶就是, 找网之笔回, 送兵去, 是吧, 是空门的三七年, 也是二十年, 所以以前, 如果没有三七年的战争, 没有四五年的内战, 没有四九年的解放, 这些房子全都可以做, 所以, 但是我们现在的养土区呢, 因为工厂也自换, 工厂自换, 涉及到这么多土地, 这么多工厂要养活, 那实际上, 我们对养受土区, 尽于选择的并加, 有一个相当的东西, 对, 那这些并加东西, 因为它是要做警官绿化, 才会这样, 如果不做警官绿化, 咱们这样都做不到, 因为毕竟这样全量, 那么, 这一条, 那么实际上, 因为, 杨士文这个叫做, 沿江的这个时候, 基本上, 是建设于二十年代区, 以后的房子, 到现在经常, 到修律中的一百年, 也不, 房子早间开始的, 但是, 现在因为, 它偶然那些人, 就像我们以前, 像我们的方法规伙伤, 人贵团, 可是, 未来的, 我说, 到他们那里, 哪里, 你不要, 我们现在, 发现, 有点百年前的, 我说, 很高, 现在住在里面, 很高的, 这个房子, 微信费量也很高的, 但是, 我们, 杨树菇, 我可以告诉我, 可以学个例子啊, 我看他, 我可以把这个房子,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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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架许部较警告, 架讨部较警告, τη远牧人 מעör两个小的, 제가ic任不完整的都是 所以呢,我们看到啊,看到这个真的是杨树五脚。 那么杨树五脚现在杨树五改造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考虑到许多情况,有一部房子下来了。 有一些人在建设过程中又留下来以后,又是你到了团。 你这房子,我少了把这些,回来那张扶框车的道路或者不紧想,所以什么想的,选择一顿好的也进行。 所以你都把这些都在做,我也想,我会告诉你,我会参与,参与的许多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我觉得,这个油洞保,保不下来的,实在没办法保,也不保,这是,社区市还是有选择的。 因为水户老保,保不下来的,黄南亚子通通来的打压出来。 你们以为那会是吗? 那么这个桥,这个桥本身的建设可以完全拆出来的。 因为当时水户,水户上它已经拆出来的,不要高度,它也许多规定在里面。 这个桥拆掉最合理的。 而且阿门的职业,它也没什么当务,保不明了。 那,现在是北洋国区,去决定把这个桥在里面啊,扭交。 这个桥本身,杨核扑鲁海蝎。 看个地方啊,闪明。 现在这个杨核扑鲁被塞的里面,那个桥怎么滑下来? 留一半,留一半。 所以,为啥,就一半点钱。 这也是一种方式,留一个记忆给大家。 留一个记忆。 所以总体来讲,杨核扑鲁,你到当时怎么总体不上来啊? 总体来讲,在全国来讲,是保护的。 保护的比我们有许多的资源。 我们人家有知识。 我们现在自己搬进工房的一些, 人类学老公讲的年龄、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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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城市的贵金是怎么做的。 是一个坚民的,也是一个长期贵。 所以,你和他,那今天我说的, 你和他,你这里待着的话,就叫你看看, 也不会再来啊。 那保护下面啊,整个下面,下面这个因为, 我都冒光出来,他看不下来。 他就知道我没几个人。 但是你知道,原来的结构的东西, 是一些冷华的结构。 而是养殊不能感觉。 也得均时的合作。 那你包括长长,这些抗冰疆的一些现场, 你和南迷的,都是一些毛不交。 而且养殊不得上空话之中追不起来。 那你下去吧? 对。 这是把这种功能去。 对。 还有一点,如果我们现在想在洋服务走一走的话, 使得给他大上海计划周边,还有就是, 是仓队,我们要的他,可能是因为这个计划。 那你去找一个人,你去找一个人, 你去找一个人,你去找一个人。 你去找一个人,你去找一个人, 你去找一个人,你去找一个人。 你去找一个人,你去找一个人, 现在变化,是不是太快了,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我现在会找一个人。 我自己不想要是他的朋友。 我这是一个人。 那是一个人, 我自己って, 我不觉得, 你看到在这里, 他们会职一件事。 好了,我们今天的培训差不多了吧, 因爲他们后面还有一个, 消防安全的培训。 今天呢,我看我们市民朋友都很热气, 我们等明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再请徐老师到阳子来给我们讲座 今天是一个段小的时间 徐老师师徐老师用请庆 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讲座 所以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 我们是文博单位的各位领导和同仁 请留一下